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供一些讯息的话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分享给大家 这个是我们 有一个观众叫饼干 饼干提供给我们的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的话 可以看到的是 日版的一些装备 这就直接开给大家看 在这个网址里面 你可以看到日版装备的一个数值 那我们现在讨论度最高 就是这个乌里尔的决心 这个是翻译问题 它叫乌勒尔的决议 发他那个 Garren哥Polo那篇文章 他有贴到这一个装备的数值 那他最主要最强的 就是在于 精炼加15的时候 你的爆裂启动的时候 他爆击的那个几率 我们原本是 以本身角色的四分之一 那他会增加为四倍 就是等同于 本身的角色的爆击 所以你摆爆 你的鸟也摆爆 然后你爆击的话 你列印的技能 他的爆击伤害会再加30% 这个加15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那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你的武器可以点到加15吗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衰的人 就是可能加12 加13 加14 还有一个好处 你在转移的时候 解封卷可以花的比较少 不然你光这个转来转去 你转到没ZP了我跟你讲 所以在这把武器上的选择的话 我个人会去考虑到的一些因素 就是在于 我今天打怪 就是我可能在平均健康 只在练功的时候 我的效益 我可能是用神鹿在练功的人 我一样是神鹿平A 然后打王可能也是平A加鬼武士的人 我觉得这把会比较适合你 因为你用起来会蛮强的 然后你再找一个朋友帮你吸怪 有没有利用鸟的一个小AOE范围去清怪 其实练功效率其实不差 我觉得是不差的 没有说差到可能瑞瑟那种 因为大家有看到我最近在练功吗 我都是甲虫吸过来 然后瑞瑟一巴直接全秒掉 所以我就吸秒 吸秒 这样子 那换上这把之后呢 因为你鸟也有带一个小的AOE 但是能不能把那一个陀怪 瞬间给它秒掉 这个目前来讲是不太确定的嘛 那再来也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后面我们要挂到一些比较高等的怪 譬如什么 帕莎那嘛 对不对 我刚刚没念错 帕莎沙还帕莎那 反正就是金字塔里面的那一只 拿刀那一只火组的人形 那个28万滴血 不知道是啥小 反正一巴不太能秒 刚刚的情况 如果你硬要挂的话呢 你一定也是用平A去挂嘛 所以这把武器的话 可能在对于那种血量非常厚的那种 怪物来讲的话 你可能会比较适合 可是如果你有海葵卡 就是你什么卡都有了 就你可能换上这一把弓 你打王PK 你都用这一把弓去射人 很爽啊 因为那射人的时候 那个鸟冲出去 那个小型范围全部人都暴击嘛 一定很爽 但是你在练弓的部分呢 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点到加速武器的人 而且你不 可能你没有想要给自己 这么大的压力的人 你可能就会去拳择这一把弓 这个也是我目前考虑点非常大的 因为80等武器是一定要换 因为照这样子的一个开放等级的进度 你80等换上去 我们一定要再等两个礼拜 不不不 一个月啊 因为两个礼拜开5等 两个礼拜开5等 所以我们到90等的时候 已经要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才能换90等武器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内 就是这一个月里面 你必须要保持着你 在清怪的速度效率是一样的 你下去选择你要的一个武器 所以如果是我啦 我可能还是会选螃蟹弓啦 因为毕竟我现在都练得好好的了 我就还是选择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去练 但这个真的是让我蛮心动的 如果我真的有点到加速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这个你必须要在武器做出来 转移过去之后 你就要把它冲到加速 这是一个考虑因素 那我们先撇开这个武器不讲 这武器就照你刚刚那个逻辑去 思考嘛 然后去选择 另外一个就是白羽的部分 那讲到白羽套之前呢 听跟大家讲一下 你必须要准备个材料好了 巴斯等你必须要准备个材料 白羽套它总共有分上衣抖篷跟鞋子三件 这三件你要准备的有什么 瑞翼银片220个 然后150万同币 再来石星220个150万同币 石星220个159万同币 总共这三个你都要加起来 因为防具我觉得先换啦 防具先换起来会比较爽 除非你武器加15了 你就直接赶快先换一把武器吧 那鸟弓的话呢 你必须要拿巨大血热330个 然后268万 然后如果你要做螃蟹弓的人呢 就是石星330个 然后268万这样子 没有看我之前频道所分享的所有东西 就是包含那个小号洗前流啊 我小号就洗了两三千万同币了 如果扣掉一成 因为我们卖是卖高价大于多50%嘛 所以是多了内建装备的50% 如果这样扣一扣的话 我可能等于是额外多赚了一两千万同币 差不多 因为我都很认真在洗 装备的部分呢 让大家看一下数字啊 白羽套我们总共有分三个嘛 那这边的话呢 白羽套装他就跟你说到了 关键加10 这个就是暴击加10 这个是翻译的问题 远距离的物理伤害加10% 所以这个套装效果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以套装来讲的话 八指等的 这个衣服呢 他给我们的一个效益呢 防御有208 然后血量有800 DX就是灵巧 灵巧加3 关键伤害这个是暴击伤害 暴击伤害加5% 很强啊 然后另外看到这一个是斗篷 斗篷的话给我们的也是防御跟血量 然后AGI加1 这个FL1加2 这个是闪避 闪避加2 闪避还好 闪避之前改了嘛 就是不管你闪避再高也是50% 然后斗篷完之后就是鞋子了 八指等的鞋子 他给你的是物防跟血量 然后幸运直接给你一点 加6的时候呢 再给你一点 加10的时候再给你一点 加15的时候再给你一点 所以总共呢 是给你1 2 3 4 给你4点的幸运 那再加上如果你换上鸟弓的话 又非常吃幸运 所以这个套装呢 绝对是百分之百必做的啦 所以我们要做的装备呢 最主要的就是 上面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那你说 今天我能力没有到这么足的人 那我这一把武器 我到底要不要换 我换上去到底好不好 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啦 我们把画面拉过来 背包打开 看我们这一把70等的武器 再看我们这一把武器 他带给你的攻击力 因为这把我们有改造嘛 到这边有额外多的那个攻击力 在攻击力的部分呢 如果是以基础值 这个是257 他会再往上加 然后暴伤的话呢 这边是给8% 这边是给了10% 会多2% 然后精炼加6的时候呢 暴击会加10 这个一模一样 精炼加10的时候 暴击伤害加10 这个也是一模一样 总幸运大于99的时候呢 暴伤加10 这个也是一模一样 那差别就差在哪里 加15这一个 所以说如果今天你可能 没有克这么多的人 你自己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换武器 这可能是 大家可以去考虑的一点 所以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如果两把去选的话 我可能会选这一把 但是问题又来了 我如果没有到加15的话 我换这一把到底差在哪里啊 好像没什么差诶 只是差在表光有多了 大概可能 3 40吧 因为这个如果再改造上去的话 再多一点 然后暴伤多2% 其他的根本没差 那精炼又一直不给我面子的情况下 我到底怎么样去选择 千万不要浪费资源 因为你越浪费资源的话 你会让自己的压力更大 所以你要自己试自己的情况 去决定你到底要不要换武器 不要盲目的去换武器 所以如果加15的话 如果同样两把都是加速的情况下 我反而会更喜欢这一把 所以我说 如果到了80等之后 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我一定会是先做我的白鱼套 因为我们目前50等方说 真的撑太久了 它有点让我们快扛不住了 即便你换上了转属卡 你可能也快已经不动了 就算我们换上转属卡 然后去打火系的打水系 我们可能都快撑不住了 所以已经快生活无法自己的情况下 我可能会先选择把防具给换掉了 然后防具换掉之后 就先稍微拼拼看鞋子吧 因为毕竟鞋子加15的那个 有多一点幸运 还蛮舒服的 其他那个衣服跟斗篷 是没有这个效果的 防具的话 我一定会优先点鞋子 因为鞋子加15 有给你多一点幸运 所以我会先补这一把 然后另外武器的话呢 先转再点 也是一个想法啦 对于换上了鸟弓之后 我换上了乌勒尔的决翼之后呢 我能不能秒快 这个我还蛮想测试看看的 少了那个暴击 跟少了那个暴伤的时候 我还能不能够把怪给秒掉 那我们自己再去思考一下啦 因为我们目前 75等的时候会是在 27号 那可能又要往后再推两个礼拜 他会到80 然后再往后推两个礼拜 他会到85 再往后推两个礼拜 他只到90 所以80到90的怪 我们可以自己去 怪物图界里面去看 看说我们后面在打怪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挂上的是什么怪 那他们血量大概是多少 基本上都蛮高的啦 那马车森林这个80 可能可以让你撑一下 撑到后面的话 我们必须还是要撑到90 那这时候90前的话 你要打的怪都是比较偏厚的 瑞射练功法可能就会越来越难了 尤其是全腰啊 全腰那边到时候一定是一个热门的练功点 那全腰的血量呢 他都是大概在二十几万 比较软的也是大概在二十二万 然后另外这一只 我跟这一只 一个27万 然后一个29万 我自己有去射过了 射下去大概还有 这样子一咪咪 如果换上了 加15有忽略防御的话 感觉应该是蛮够的 那最主要还是缺一张海葵卡 如果有海葵卡的话 应该还蛮舒服的 如果海葵矿工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把他们秒掉 但我目前就也没有海葵也没有矿工 我的矿工已经挂到了24.4%了 还没掉给我 所以老实讲 最后我想要总结给大家就是 这个选择上的问题 真的是挺揪心挺抉择的 因为如果你今天先决定了 你决定了 你可能要换上这一把 或换上这一把 那就影响到你练功的一个模式 然后加15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些打算的人 我真的一律建议啊 你先不要换了 你等到你材料可能囤够了 决定要去做的时候呢 你要决定要把它冲到加15的时候 你再去换 然后换完之后再马上把它冲到加15 不然你如果换了 然后泡腰 结果一直冲不过 然后没有喵了 怎么办 没钱了 没得喵了 因为玩游戏 你要丢多少钱 你要自己评估好自己 你不要盲目的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 都丢到水沟里面去啊 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玩开心就好了 因为这个游戏 它的一个互动感非常的够 尤其是什么联赛啊等等的活动啊 这个才是游戏的根本 核心啊 所以建立在这个核心下的话呢 你也不要硬太追求那些东西了 如果你有真的有那个能力的人才去做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今天的分享就大概是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对于武器上的一个选择的话呢 之后可以看我直播啦 因为我还是会持续的去做一些测试啊 然后有点过再跟大家讲啊 没点过我应该暂时不换 好啦这部影片就分享给大家了 然后要准备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数值的话也放在这边给大家看 那网址的话也在这里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了 然后其他的职业也可以在上面参考啊 其他职业的一些武器也在上面有 但只是在翻译的部分 你可能要稍微自己去翻一下啦 那如果真的翻不太出来的话 你就不要翻中文 然后你把它复制去Google翻译 然后看它的日文怎么发音 它发音的话其实 你大概听得懂意思就差不多了 好这部影片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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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